上海严格风控下引发的不满日益发酵 各种批评文章遭到当局的封杀 但是民众开始以音乐视频等方式来表达心声 其中记录上海封城的视频四月之声获得到网民的接力转发 但同时也不断有网民改编的抗议歌曲被当局下架 另一方面上海封城之后造成的物资短缺等危机 也给其他地区的民众敲响警钟 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上海应该独立的声音 综合媒体报道在全国各地纷纷已经放开防疫措施之际 过去一个月以来2500万的上海居民却只能够所不出户居家抗议 很难想象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以往上海有10万间餐厅可以供居民进行的外出就餐 但是现在他们却在为吃饭发愁 这样做困酬成的景象 让一些出身在上海生活在纽约跟伦敦等地的活动人士 发起了支持上海独立的运动 然而上海人对于如此激进的想法 接受度如何还很难说 但是上海居民很清楚 他们的确是政治化抗疫策略的受害者 他们认为当前的形势折射了上海跟北京 长期以来在全国的地位之争 类似于纽约跟华盛顿之间的务实跟政治之争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到 上海被誉为中国的纽约 不过人口是纽约的三倍 面积是纽约的八倍 上海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 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 跟最长的地铁系统 这座城市有其自身的优越感 因为它是一条横贯中国的巨龙的龙头 当然所谓的上海独立运动 只是这个风控大框架之下的小插曲 真正脱离中国的可能性是零 但是即便是半开玩笑的谈话 也反映出上海人跟全球上海移民 对于这座城市最近的困境深感受挫 尽管上海居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组织 有序跟富有创业精神感到自豪 但是风控期间这座城市混乱的程度 仍然让许多上海人无法接受 许多人认为上海的风控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 他们把社区团购称作为自救行为 以此来驳斥官方媒体所说的政府正在瓦解危机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城市历史权威瓦瑟拉姆表示 上海的部分地区有一个重要的传统 也就是虽然在地域上属于中国 但事实上是独立运作 运作上海独立运动的组织上海民族党 认为这个大都市只根于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 而不是像北京那样的中国古城 上海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了殖民贸易港口 而上海民族党的成员呼吁恢复殖民时代那种西方式的治理 然而在中国官方看来 这种带有殖民性质的租借 开启了中国的百年驱入史 支持上海独立的人士认为 外滩沿线的标志性建筑群在提醒着人们 上海是在西方国家的管理下兴旺发达起来的 尽管如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的讲话当中 早就已经对分离主义的想法提出警告 他说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